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家人们会聚在一起 共享美食 讲述古老的传说 其中最著名的传说之一就是嫦娥奔月的故事 嫦娥是中国神话中的月亮女神 她的故事充满了神秘和浪漫 而今年的中秋节将会更加特别 因为我们将与王心灵一起度过 王心灵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歌手 还是一位充满魅力的表演者 她的音乐风格多样 从流行到抒情 每一首歌都能触动人心 她的演唱会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盛宴 更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饗宴 在这个特别的夜晚 我们将会听到她演唱的经典歌曲 看到她精心准备的舞蹈表演 此外 王心灵还会与观众互动 分享她的中秋节故事和回忆 她会告诉我们她最喜欢的中秋节传统 并与我们一起品尝她最喜爱的月饼 这将会是一个充满温馨和感动的夜晚 所以 无论你是在家里与家人一起庆祝 还是来到现场参加王心灵的演唱会 都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中秋节 享受音乐 美食和家庭的温暖 这将会是一个充满爱和欢乐的夜晚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中秋节是许多亚洲文化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这是一个感谢一年丰收的时刻 也是一个反思生活和与亲人共度时光的时刻 想象一下 一轮美丽的满月在夜空中散耀 家人们聚在一起分享故事和欢笑 他们品尝美味的月饼欣赏着月亮的光辉 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 中秋节提醒我们要珍惜家人 提醒我们要感恩生命中的美好事物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月饼吧 这些美味的糕点是中秋节的传统美食 它们是圆形的就像满月一样 它们的馅料有甜豆沙 莲蓉 甚至还有咸香的肉下 好吃 人们经常在中秋节互增月饼 这是一种与亲朋好友分享好运和幸福的方式 中秋节的另一个重要象征是灯笼 人们用鲜艳的色彩和图案装饰灯笼 点亮它们并提着它们走街串巷 灯笼代表着光明和希望 象征着对光明和繁荣未来的期许 中秋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 它象征着团圆和和谐 在这一天 家人和朋友会聚在一起 共享美食 欣赏明月 月饼是这个节日的核心之一 它们不仅仅是美味的点心 更是传递情感的媒介 每一口月饼都充满了对家人和朋友的祝福和思念 灯笼也是中秋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孩子们会用纸和竹子制作各种形状和颜色的灯笼 当夜幕降临 灯笼点亮了整个街道 照亮了每一个角落 灯笼的光芒象征着希望和未来的光明 它们不仅仅是装饰品 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灯笼游行是中秋节的一大亮点 人们提着各式各样的灯笼 走在街上 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这种活动不仅仅是娱乐 更是社区凝聚力的象征 大家一起庆祝 分享快乐 这正是中秋节的精神所在 当夜晚来临 明月高挂 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平静和满足的时刻 月亮象征着团圆和完整 照亮了每一个家庭的心 中秋节的每一个象征 无论是月饼还是灯笼 都在提醒我们珍惜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光 并期待未来的美好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王兴玲是一位真正的明星 他是一位才华洋溢的歌手 舞者和演员 他的活力很有感染力 他的笑容照亮了整个房间 他俘获了全世界粉丝的心 他的音乐融合了流行 R&B和中国传统元素 既朗朗伤口 又富有意义 让人忍不住想跟着跳舞 心灵也以他的善良和慷慨而闻名 他总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改变世界 他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心灵的舞台表演总是充满了能量和激情 无论是大型演唱会还是小型音乐会 他总是能够与观众建立深厚的联系 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 让人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热爱 他的歌声如同天籁 能够触动人心 让人感动流泪 除了音乐 心灵还在影视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参演的电视剧和电影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他的演技自然流畅 能够完美地诠释各种角色 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 他都能够轻松驾驭 心灵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他还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动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的善行不仅感动了他的粉丝 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真正的明星不仅仅是在舞台上散耀 更是在生活中发光发热 总之 王心灵是一位多才多艺 充满爱心的明星 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善良 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的感动和快乐 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偶像 第五部分 丰收月下庆生城 今年 心灵将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 庆祝他的生日 他将于9月21日在台湾台中 举办一场盛大的演唱会 这将会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想象一下 成千上万的歌迷齐聚在美丽的丰收月下 共同庆祝心灵的生日和中秋节 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惊叹的呢 这场演唱会证明了心灵的努力和奉献 这也是他与歌迷更深入交流的机会 第六部分 9月21日 台中难忘之夜 各位朋友 请在日历上做个标记吧 9月21日就是这一天 台中是必去之地 这场演唱会将会精彩绝伦 心灵将全力以赴 他为歌迷们准备了许多惊喜 准备好迎接美妙的音乐 炫目的服装和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吧 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唱会 而是一种体验 这是一场音乐文化和欢聚的庆典 第七部分 星光第一 特别嘉宾和精彩表演 各位 请抓紧你的帽子 因为心灵要带一些朋友来 没错 他的生日演唱会将邀请到娱乐圈 其他大咖作为特别嘉宾 会是谁呢 你得到演唱会现场才能知道 但相信我 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准备好迎接一些史诗般的合作 和难忘的二重唱吧 这将会是一个充满音乐魔力的夜晚 第八部分 音乐 文化与庆典的融合 心灵的演唱会不仅仅是一个生日派对 更是一场中华文化的庆典 它将在表演中融入传统元素 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 期待看到鲜艳的色彩 听到传统乐器 感受到团结和睦的中秋节精神 这将是一场感官盛宴 第九部分 衷心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我衷心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 愿你的月饼美味可口 灯笼明亮 心中充满喜悦 记得要和亲人共度时光 分享故事 一起欢笑 并珍惜生活中简单的小事 第十部分 让我们一起庆祝心灵 为成功干杯 展望未来 最后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送给王心灵 他的才华 善良和奉献精神 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他的生日演唱会 将会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证明了他迄今为止的非凡旅程 心灵 我们为你感到骄傲 继续闪耀光芒 继续与世界分享你的天赋 继续追逐梦想 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你接下来会做出什么惊人之举